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谈事件》 在过去几集,我们曾经提过虚拟货币的投资价值 虽然我们略略看淡,但其后虚拟货币的走势仍然非常凝利 未来走势会怎样? 我们今集特意邀请了一个专家和我们否释方向 就是张涛先生 张涛先生是Udomain的创办人,亦是第一代Bitcoin的投资者 欢迎张涛先生 我身边有施永青先生和私基金基金经理李浩德 张涛先生 你介不介意跟我们观众说,你何时开始投资比特币? 虚拟货币的组合是怎样? 好,好几年前,由挖矿开始接触 然后开始有交易所,然后有买卖各样东西 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没有想到是这样 慢慢发展到,今时今日好像变成了炒一只股票 如果你说到我的投资组合 最大部分当然是Bitcoin,然后是以太币 其他可能是Atom, Ada, Uni,这些 全部都是我们叫做加密货币的基建的货币 全部都是基建型的 我对基建那边,我比较看好一点 应用型的也有点 可能你不知道我说什么 不要紧 因为这个情况,我认为可能20多年前的网络 那时我刚刚入行做网络生意 你跟别人说什么e-commerce 将来怎样按键做到的东西 接触不到 但是你说拨号上网,可以送到电邮 他又接触到 所以当时也是 投资互联网基建 就一直可以 那时搞内容,20多年前的.com泡沫 所以我觉得同样的事情,可能会在加密货币市场里面 或者叫做blockchain,在区块链上,可能会重复 现在百花齐放很多东西 但最后得到的,不会很多 我不算很明白,怎麽为基建 你投资在基建上,和投资在应用上,有什麽差异 让听众也了解一下 基建的意思,最基本,在虚拟货币世界里面 基建第一,就是比特币 比特币,事实上,我同意施生说 它不会是一个货币 亦都取代不了法定货币 它的设计,其实不是这样的 它是一秒钟做到几个交易 几个交易,是没有可能做到货币 它是一个,你可以当是一个储蓄工具 它是那个世界的储蓄工具 为何它做到储蓄工具 是因为它在基建上,定了一些大的规则 譬如,它多久出了一个Block 什么叫Blockchain? 它是第一个Blockchain应用 Blockchain应用的意思是 大家保持一个ledger 保持一本数捕 今天,私生给了100元 如果只有我和私生知道 明天可能忘记了 但现在我们四位一起拿一本数捕 记下这件事 有一天,我忘记了,不是50元 不是我们有人证 证明,不是真的100元 好了,大家这样保持这本数捕 大家想像一下,不是四个人 是四百个人 是四万个人,四百万个人 这本数捕就改不了 任何时间,我们几个人都做到 几百万个人做不到 做不到串通 串通到,你都不能够在同一秒内串通 所以这件事变成了 这个设计令到它是奴不可破 不能够散改的设计 这个就是整个区块链的核心基建 就是这个Blockchain 基于这个基建之下 我们就有很多东西可以想出来 比特币是第一件事 然后去到以太币 它加了一个核心概念 就叫做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就是,在这个Blockchain上面 它有一个很小的空间 可以给你写一些小的程式 即是说,我现在借一元给你 如果你明天不还钱 我就会没收了你这个抵押品 抵押品叫做另一个外币 举个例子 没有价格 明天你没有还到,自动执行 自动执行很棒的 令到这个社会的效率高很多 好像现在银行 面对很多情况是怎样的 我借钱给人,我又要想 这个人还不还得起钱呢 我又要做一段Due Diligence Default Rate 多少 底押品是多少 这样的时间和效率 令到借方给多了息 存款进去的收少了息 因为损耗在中间里面 有了智能合约 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 就是自动执行 抵押品是多少,借多少 其中一个用,借是其中一个用 大家容易明白 交易或者是 去到那一刻,自动执行 不用争择 最好一个大家都明白的例子 就是保险 我买过航空保险 三个小时都延期赔钱 这个不用争择,是公开资料 是否三个小时后,有没有上机 三个小时后,还延期,还未排队 我都未登机,因为自动执行合约 效率高了 怎样可以做到这样 又是区块链的效益 这个就是以太币的应用 这个也是基建 在这个基础上,再有很多事情发生 那些,起码我自己,我觉得未必得 因为有时,有些东西想得太远 好像我们20年前,说到东西上网之后 想得太远,有时现实落差有点大 所以那些,我们要小心一点 说到应用 先生,我知道中原也有用区块链 你先问一下 我刚才听你说的基建 基本上是区块链提供的功能 不是等于,比特币值多少钱 可以在那里显现出来的 两样东西 所以,那里是区块链多于 两样东西 比特币值多少钱呢 就是你相信这个制度 原来在那个空间里面 大家觉得,我有这个区块链去做 这个解决信任的问题 因为改不了本帐簿 咦,这样吗? 是不是有一天我可以不信法定货币? 因为美国佬说,无限印人子 我不知信哪个 我信美金又不是 信人民币又不知他是不是 我货币的信任,现在我要落在哪里的问题 然后有一班人就觉得 如果是这样 信任是否应该落在科学那里呢 我落在科学那里 既然区块链是改不了的 我应该顺区块链 顺区块链,顺便说 就是比特币 因为他没有大台 他没有一个发行商 没有发行商 他没有一个幕后黑手 所以,大家开始交易比特币 刚才施先生说的一个问题很对 有这个应用,不代表他有这个价值 就来5月22日 5月22日 是什么日子 就来 Pizza Day 10年前的5月22日 就有个人 就说,谁愿意付两个Pizza给我 我愿意付他一万个Bitcoin 等了两天才有人回应 好像他19日出了这个Post 到22日就说,好,给你吧 我买两个Pizza给你 拿了一万个Bitcoin 那一刻就赋予了他有这个价值 后来发觉,随着什么量化宽松之后 就开始有人做交易 就说,我给他一个价值 而因为Bitcoin,它是一个本质上的通缩货币 它一直减的 它减到很多年之后 它就有2100万个上限 没得再多了 在原来有一个东西是通缩货币的时候 人们就会觉得 我手头上这些,如果我现在使用了去买Pizza 明天又少些 它就应该更值钱 那我就开始不卖了 原本一万个Bitcoin,买两个Pizza 想想一下就不好了 接着就造成一个价值 价值一路滑一路滑,就滑到今天这个水平出来 所以有人说,它更加像黄金 投资到今天,就看到五万多元个Bitcoin 好像今天没有那么多 基础就是因为它是通缩 越来越少,我不捨得买 不捨得买,就抢高价 基本供求问题 我自己就完全不否定区化链的功能 但是,Bitcoin有没有这个价值呢 现在很大程度是由供求决定的 多人喜欢,多人对它有信心 想去持有,不够供应,就价钱升 但是,不是等于它,有内在的价值 如果纯粹是供求的 股票市场也有时,有股市场也有热门 炒到飞起 但是,如果它没有盈利做基础 没有合理的回报 你说,我这只股票出很少 我最好,都是出20股 你叫股票值钱,出20股才有价值 现在问题就是 Bitcoin 先不说Bitcoin 一般的货币,有两种,一种有个链 你建基于其他资产 就是黄金 黄金的价值 因为人类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民族 都有一段时间,用黄金做货币 因为它的化学反应比较稳定 不会整天变 它是金闲闲 多人喜欢你换给人的时候,便换到货币 黄金在任何时代,只有换多换少的问题 它可以作为一个货币的本位 很多地方用过 除了用本位式的 很多货币就要靠政府 一个legal tender 是政府根据它的经济情况 美元怎样有价值呢 因为联储局对发行货币 虽然你说它乱发行 它仍有一个机制,有一个法律 别人对它的信心 亦都建立在对美国经济 角力的信心 都是有些实质的东西 比特币是一个系统里面产生的一个记账方式 它本身 当很多人都想拥有它的时候,便升 但是 它很多人拥有,都是在那个市场 传独立市场,变成功不应求的才能产生 但是 持有Bitcoin的人 它币内有Bitcoin,不是持有 需要换取利益的时候,跟黄金差不多 黄金就换多换少 打仗時,很多人持有機會換到一些 但打仗時,有些比特幣,是否換成問題 剛才說,C基金買不買比特幣 如果C基金是一個相對投機性比較強的定位 所以,有得升就買一下 根含定白 如果作為投資,作為考慮始終有一些基本價值 最後都不會說沒有了 我不知道你們的規定是否給你購買 我認為,都是有區別 一個貨幣,很關鍵的就是流通能力 是否普遍被接受,可否換到你需要的東西 是一個等價交換物 另一個就是,它有沒有儲存價值 現在,Tesla也說過,用比特幣可以購買 有新發展 我以前聽過,Price Waterhouse 說可以用比特幣 但我未曾聽過,這類型的交換物 實際上進行了最多 即使車輛 我相信,現在的問題是 你用比特幣買了一架Tesla的車 Tesla的會計報 可能第一時間將它轉為美金 否則,價錢太波動 會令到經營,不容易做一個財務報表 師先生,剛才順著你的思路 我想回應兩點 你說流通量的問題 流通性的問題 打仗,拿著一架金都好像有些認受性 正正是這件事 我覺得,反而是比特幣有優勢 為甚麼? 我比較窮,拿著兩個金幣,好像很多 師先生,拿著一架金,很難搬 走難都走不動,走在後面炸死 很多比特幣,我都是一條地址 反而我容易離開 如果真的要離開 只剩下一個問題 我離開,是否有人認受?受不受? 這是第二個問題 現在給予一些數據 十年前,有比特幣的人 我們這樣說,比特幣的帳戶 十年前,可能不知道有沒有20萬個 上次的高位,是2017年12月 當時,都是幾百萬個 可能一千萬頭 到現在,大約3億條帳戶 當然,一個人可以有多條帳戶 但我們很粗疏地計算是這樣的 3億是不少的 78億人 但問題是相當不少 現在,重要的是什麼人 尤其想用加密貨幣 未必是比特幣 落後國家 本身貨幣是很不穩定的國家 在那些地方 即是政治動盪,或者戰亂 我沒有東西相信 而黃金,我丁屎這麼多 我真是吃不到人看面對 比特幣,我無限拆細 無限拆細 我真的可以給0.00004 買個麵包 這件事真的有發生過 你們買個麵包的程序都搞很久 麵包變動變化 第二點想回應 事實上,我們不會真的拿 比特幣去買東西吃 不會的 因為你不捨得 不是因為他做不到 外面已經有大量的方法 有比特幣的貨幣 有數據,有補貨幣 事實上,我們不捨得 不捨得,我又要買東西 又如何呢 我們不是真的滾過比特幣 而是在那一刻 賣出比特幣,變成法定貨幣 賣出法定貨幣 這是現時的 所謂的蜜蜜貨幣 或者貨幣卡 他們做的解決就是這樣 然後中間賺了一個差價 它是供應,像一個交易去做 所以其實有解決 不過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當然不會捨得這樣做 所以這個是 其實是一個價值觀問題 你看到黃金很漂亮 可能我不是很覺得很漂亮 我看到比特幣貨幣,覺得很興奮 好似我們打電話的小朋友 看到我的武器很厲害 但問題就是普及性 多少人看到黃金會接受 多少人看到比特幣的記錄會興奮 例如落後國家 其實落後國家很多連電腦都沒有 可能他們幾個軍閥、政客 為了自己隨時走路 以及錢可以不經過銀行系統 現在這些加密貨幣 很多時候都是用來給人質的贖金 販毒 CIA去支援不見光的組織 這些是用得最多的 有個比特幣101的問題 想問一問 今天帶了一個儀器 或者叫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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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儲存比特幣 儀器是存在雲上的地方 還是有些儀器放進去 基本上有三個方案 第一個最穩固的方案 就是放在cold wallet 為什麼要cold? 因為冷前包 為什麼要冷在哪裡? 因為它沒有在線 它沒有上網 沒有上網 有多厲害的黑客也偷不到這些東西 所以它是最安全的 第二個選擇 就是一個手機的APP 它是在線的 在線的好處就是方便隨時使用 不好處就是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安全 可能被人用掉被人偷 或者不見了 第三個選擇 就是放在交易所 放在交易所 你隨時可以轉換第二個幣 或者賣出變錢 就是三個方式 去儲存你的比特幣 cold wallet 都要在能夠上網的地方 才展現到它裡面的價值 就這樣看不到 當然 可能要插在電腦上 然後才可以拿出來 但你用完那一下 你便拔走它 你便會安全 即使是超級富豪 只要帶著一個 已經可以把很多的資金 存在裡面 是的 而且你不怕不見的 也不是只存在裡面 存在整個blockchain的系統 其實是在blockchain 其實它不是真的在裡面 這是一個鎖匙 而你說被人偷了 或者自己不見了 壞了 其實也不怕 事實上 另一張紙 讓你寫下 有幾十個字 如果被人偷了 你找回新的資金 輸入字的資金 所以它穩妥就穩妥在這裡 早期 Blockchain 系統 或者這些加密貨幣 沒有什麼 hacker 可以上到去做手腳 但最近也有些被人偷了 即使幾密都可能有人進入 被人偷主要是偷交易所裡面 尤其是監守制度 裏面有人偷 你怎樣防止它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有加密貨幣的人 盡量放回自己的錢包 你要交易的時候 才放上交易所 它會偷極你有限 現在交易所已經比幾年前先進 安全 只會將 不多於10% 手樓上的貨 放在熱錢包在線 你偷極就是那個數字 大部分的 其實是離線狀態 所以你拿不到 而離線狀態的鎖匙 亦不是一個人拿著的 是有幾個人 要幾個人拼合才行 所以 跟幾年前的情況比較 現在已經穩固了一點 還有一個問題 施先生說走難 我想了解多一點 如果發生一些戰亂 很多電腦被破壞 其實只要有其中一個伺服器 或者一個地方儲存了這些資料 就可以複製回其他電腦 沒錯 當然會有人問 連電都沒有 那你怎樣 連電都沒有 大家甚麼都不用 因為你硬碰一點錢都沒有 對 沒錯 所以這個 又不是很細擔心 剛才施先生說過 Elon Musk 他們今年自己 都投資了 比特幣 嘗試用比特幣 去買車 這兩天 他自己也出來說 決定覺得 比特幣 這個挖礦的過程 對消耗能源 環保有 憂慮 這件事 之前提及過 詩先生,你以為是挖礦者沒有意義和消耗性的問題? 如果挖礦的東西是有用的東西 現在挖礦,我認為是人為地製造它的難度 不會因為挖礦的東西出來,挖得辛苦的 就代表它的價值高一點 它的價值在市場上,我供求決定 某些情況,我認為是故隆元虛 是製造,你難得拿到一點 過程中,會使用很多電 電,會有碳排放 會對環境污染 所以我認為,這不是本身有價值的東西 至於Elon Musk 我記得他買的那天,我晚上都… 把貨幣交給你 我那天沒有提及這個問題 我那天說 怕美國政府最終都不會容許這些貨幣取代美金的價值 另一個,我在其他地方都有提及過 Elon Musk曾經譏諷巴菲特 他認為他去工廠做事,是真真正正創造價值 巴菲特只是決定 資金應該買可口可樂好,買百事可樂好 做這些判斷 雖然賺到錢,但對美國沒有好處 他說現在的年輕人熱衷於做這種決定 去做金融,不做工業 這是對美國的前景不好 我認同他這種說法 他自己笑完伊朗 巴菲特 他只會去買比特幣,決定買比特幣好 只是買以太幣好 都是走向這些虛擬投機 多於實體經濟增值 所以我說 如果他這樣選擇 有人會因此而否定 覺得他身有旁務,沒有集中力量 做好他的生產 會有人降低特斯拉的價值 因為他的注力分散了 現在都好像有人這樣看 將特斯拉的受歡迎程度降低 他昨天說停止不收比特幣 因為劃礦太不環保了 用很多電 我覺得這件事很來人尋味 為甚麼 家庭股仲未必知道,甚麼是劃礦 甚麼是抗機 為甚麼沒有劃 我看看我可否很快講講 其實比特幣,剛才施先生說的 是故隆懸虛令你的挖礦難度難 其實它是一條數目 大家要一起去解決一個難題 誰先解決? 我就有一個獎勵 獎勵就是比特幣 每10分鐘就出一個新的Block 每一個Block帶著有比特幣的獎勵 一開始的時候就有50個 誰快就取得這50個 每出到21萬個,獎勵減半就變成25 25再減半是12.5,再減半是6.25 到現在已經減半到6.25 所以現在誰劃到每10分鐘,就有6.25個獎勵 這個劃的過程,就是大家鬥快解決這條算式 你用電腦計算是否更快? 用人手計算是可以的 你用電腦計算是否更快? 大家就爭取,用人手計算是更強的電腦 你用人手計算是更強的電腦 越來越強的電腦,耗電量就更高 其實就是這樣 礦機即是電腦 挖礦即是電腦的運作,去解決損失 其實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挖過? 有 行不行? 一定可以的 你幾快而已 還有,它很吵的 又吵又熱的 如果我們這個空間來說 你放幾部礦機 其實溫度,如果我們不要開冷氣 去到80多度 還有,很吵的 我們這樣聊天,其實挺困難的 就像工廠一樣 好像工廠一樣 失去工廠 因為很熱 在這個角度看,是不環保的 是的 但奇怪的地方就是 Elon Musk 當他一開始說他售Bitcoin 買Bitcoin的時候 難道他不知道是這樣挖礦的嗎? 當然知道 沒有人到昨天突然間睡醒 不是 他很不環保 這個我覺得是有些問題的事 他都沽了沒有? 他應該沽了 他就說他不沽 他承諾了不會沽 他就說不沽 但他只是不收Bitcoin來賣車 我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他今年公司突然間拿了大約十多個Billion美金 去買了一些加密貨幣 我們相信是Bitcoin為主 如果你看回第一季財務報表 大約是10% 所以都賺了一億左右美金 他昨天出了一個新聞 說不再接受 用Bitcoin買Tesla的車 暫時說他就不會再沽 這個就是 從Tesla的公司角度 關於Bitcoin相關的處理 沒錯 環保的問題 耗電量的問題 值得多分享給大家聽 Bitcoin不是一間公司 所以他不會有一個發言人 跟我們說 不是的,我們現在省電了 現在不是這樣 因為沒有人澄清 現在我們一直說 Bitcoin耗電量大 比阿根廷的整個國家耗電量 是不是真的準確呢 未必 因為這個報告 是根據一個計劃 就是他當時2017年最高峰的時候 如果耗電量 如果他一直都是這個升幅的話 到現在就會用那麼多電 其實是這樣 不是做了一個真正的統計 在現在這一刻 所有礦機用多少電 不是這樣的 現在這一刻 所有礦機用多少電 是沒有統計的 因為每一部礦機的耗電量不同 你放在不同的地方 亦都不同 現在事實上 礦工 就是拿一部機出來挖礦 那些叫礦工 礦工他緊張用多少電 比你緊張 因為他事實上最大的成本 就是電力 現在的礦機一直都想針對這個問題 一定要耗電量低 不要產生那麼多熱力 因為你熱 我又開冷氣,我沒有理由開冷氣 因為更加多電 我不開冷氣,更熱 部機又燒 所以他要解決這個問題 而現在 全世界最多礦機的地方在哪裡 中國大陸 最多礦場 就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哪裡 就是雲貴村三省 為什麼雲貴村三省 因為接近西藏高原 西藏高原去到三、四月溶雪 水源充足 風水期的時候 他有過剩的電量 電量很難說輸送很遠距離 他的損耗太大 所以最好在那裏 當地有水源的地方 蓋水利發電站 水利發電站 當地的電量供應不完 消耗不完 消耗不完的時候 最好在那裏蓋礦場 蓋礦場就地消耗 變成比特幣 賺外匯 這是最理想的 所以這個 究竟他是在解決問題 還是在消耗地球資源 值得相確的 這個位置 但我們沒有一個很準確的數據 因為那些人 我舔這些好處 我不會很大聲告訴你 沒有人會這麼傻 在香港中環蓋礦場 你的電力 你的地方 你圍不到被 但是在風水期的時候 用天然的電力 是最理想的 北歐 冰島 地熱 用地熱去做 又是一個方法 所以現在 我最近看了一個數據 值得分享 大約有68%的礦機 已經在用在生之源 所以這個 無論如何 我認同 它不環保 但是否這麼差 是否真是 現在我們每一個比特幣交易 等於 損耗了地球多少 這條數字 是否這樣 我覺得 有待相確 聽聞是否遲些 會不會做挖礦 2.0的時間 可否都說 你說的是ETH2.0 即是以太坊的2.0 就是不再挖礦 因為 挖礦的模式 就是用我們記帳 你明天那本帳簿 你就用機器去做 去做記帳 將來 以太坊2.0 它想做到的效果 就是 我們不用這樣的方式 挖礦 而是 我們 用你有多少幣 那個幣 本身已經可以做到這個記帳功能 所以 沒有礦機的運作 不用有鐵 是更加先進 是有這個做法 但是 沒那麼快 這個沒那麼快 反而現在有些新的幣 就已經 談談我們這個 叫做Proof of Stake 以前 礦機吼吵的 就是Proof of Work 就真的有人Work Proof of Stake 就是我有多少幣 我有多少權 而在轉這個模式 但是比特幣不能轉 比特幣 比特幣可能永遠都會是 曹犬巴幣的礦機 所有 第一個原始的 比特幣出現 都是要透過畫才出現 比特幣 比特幣是 是 另一個問題 就是 關於 挖礦 其實都是數學的 這個解答 會不會有一天出現一部 超級電腦可能20年後30年後 是可以一次解答了很多問題 令到虛擬貨幣的稀有性 或者未來挖礦速度 甚至現有的虛擬貨幣的安全性 保安功能都會受到影響 有這個說法 譬如現在說量子電腦 比現在超級電腦快百萬倍 我把量子電腦當成功能做到 量子電腦是否可以立即 其他礦工不能畫 我畫完,因為我最快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但事實上 我認為不是這樣的 最有可能 量子電腦不是用來挖礦 而是用來破解銀包內的密碼 因為現在銀包的密碼組合 所謂的加密組合有多少個可能性 是2的256次方 有這麼多個可能性 其實是一個很大天然的數字 我不知道多少 我們正常的電腦 想破解你這個密碼 是要很多很多年 但如果量子電腦去計算 它可能會快很多 所以如果現在真的量子電腦在移動的話 最有可能是直接取得你的銀行 而不是去挖礦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Private Key Mining Private Key Mining 即是拿正牌的偷東西 因為偷了你也不知道誰偷 但是話雖如此 量子電腦現在 直至到它真的可以用 我相信可能還有十多二十年 沒有這麼快 它有很多問題 溫度是一個問題 在這段時間內 你不能假設Bitcoin沒有進步 它有你進步 它也有它進步 所以 未必是一個這麼嚴重的威脅 剛才說到問題之中 你都很強調 因為Bitcoin是有限的 你供應有限 它的價值 就有升沒有跌 Bitcoin有限 但加密貨幣有很多隻 Bitcoin升得很高很高 它可能去賣以太幣 賣其他 實際上 它 都是 無限供應的 現在在街上有的加密貨幣 Tradable 即是買賣 無論如何都會有幾千隻 我今天興起 跟師先生搞一隻幣 都可以的 沒有人阻礙我們 從這個角度看 是的 就無限了 問題來了 為何我要相信你這個幣 這是很有問題的 現在我覺得在那幾千隻 可能值得看幾十隻 而真正有用戶群的 就是那幾隻 所以我不覺得 這是自由市場自己的淘汰 但普通人很難判斷哪一隻 這個對 好像最近一樣 有一隻叫做Shiba Shiba Inu 有幾個翻譯 一隻叫狗屎幣 另一隻叫柴犬幣 純粹吃著狗狗幣的細 這隻很有問題 好像是一千萬億個 總之是天文數字那麼多 你又不知道什麼事 柴犬和狗狗好像都是同一件事 很多人損失很多錢 我好像今早看到的新聞 有個20歲的年輕人 輸了70萬 他都不知道什麼事 還要做期貨 這是一個 我想一個新興資產上來的時候 那一陣無益的泡沫 很快會被人罵了 市場慢慢了解的時候 就會不見了 其實不是像三、四十年前 你買股票 那時候也不知道什麼事 聽過號碼 別人說升 買了先 明天一個股災又不見了一堆 雖然虛擬貨幣 但都要做足功課才好買 剛才提到99幣 我們也提到Elon Musk 近來似乎有少許推崇貨幣 令到這隻虛擬貨幣的價格波動 我知道張濤有研究 這隻貨幣是否在投資 是否投資者要買的時候 有什麼要注意 我很大膽跟Elon Musk反調 這件事 我不太認可貨幣 最大問題是技術層面不夠穩陣 因為無論以太幣、比特幣 後面有一群很厲害的人 一直有很多方案去升級 99幣怎樣來的呢 是2014年兩個美國工程資助 三個小時的時間 上網看完文件 學別人做,玩一下 純粹玩一下 是一件很不認真的事 但他有一個優勢 就是這兩個人做的時候 因為他的心態是很純粹玩一下 所以他並沒有為自己先挖一些袋子 他公開這個算式 大家放出去一起挖,玩一下 所以他是比較去中心化 沒有一個老闆在後面按鈕 他沒有 這是對的 他沒有莊家 是對的 但現在你做到這麼大市值 幾百億美元市值 如果沒有技術上那麼穩陣 即沒有一些很好的技術團隊在背後 不斷升級 你會吸引了一些人 去破解你的狗狗幣 在裡面偷東西 甚至破壞你整條鏈 剛才我們提到Hacker的問題 就是怎樣Hack 剛才我們提到這本帳簿 比特幣帳簿為何這麼難Hack 是因為這麼多百萬部電腦 大家一起做記帳 你沒有可能可以同時間Hack這麼多部機 主要就是電力的問題 你沒有那麼多電力同時間供應你去做這件事 但是狗狗幣的挖礦方式 是跟比特幣不同的 他的用電量是少很多的 你這樣聽好像很棒 簡單一點就特幣 但是你反過來想 你便容易些被人搞 所以 如果他的市值不是那麼大 我搞你來 有什麼意思 但是現在他這麼大的時候 不是的 有數得為 有人計算過這條數 現在要Hack99幣 要多少錢呢 幾百萬美金 幾百萬美金 我覺得是計算少了 因為還有很多硬件 他只是計算力 即是那一刻我要的電力 去做這件事 就是幾百萬美金 你計算硬件 我當你成十倍 幾千萬美金 都是有數得為 因為你這麼大市值 這件事是否已經有人在做 有人在發生 也有可能 這一點我覺得是最大問題 我不知道 Elon Musk 沒理由不知道 我知道 他沒可能不知道 為什麼他要這樣推 所以我覺得 你作為影響力這麼大的人 是否有一點不負責 有一件事 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 為什麼美國政府 會容許 他威脅美元的一種 你不可以說他假銀子 起碼他是一個有機會取代 他的一個貨幣系統 到現在都沒有做任何事 你們不知道有什麼觀察 我覺得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美國的稅務比較滴稅不漏 如果你在買賣比特幣的情況 你賺到錢 你只要交資產真滴稅 最重要是我有一分 我有一分 就不搞你住 他可能不知道別人做了 不知道 你要落地 當你變回美金的時候 對 而且現在 如果你在美國的交易所 例如Coinbase剛上市 那些KYC AML 你會跟足的 所有用戶的註冊 就像一間 股票交易所 那些你很難走到 而且你拿來買 Tesla 你一樣要做KYC AML 你走不了 如果我永遠不交易 你就不知道 那你自己沒有用 當然 有些漏網之餘 我不在美國交易 行不行 我在其他地方交易 或者我收現金行不行 這個是 是的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為何不禁止 就是技術上做不到 技術上做不到 因為美國說 好了 我所有比特幣交易 我不讓你在美國做 做誰拉誰 可不可以 極端上來 行不行 我不在美國做 在加拿大做 我在日本做 在德國做 德國是Crypto Friendly 日本神組都拿了牌 更糟糕 你吸引了 那些錢就走得更快 更糟糕 所以技術上做不到 什麼情況之下 你完全禁止比特幣 你關了網絡就行了 你不可能關網絡 因為現在已經太多了 抗機太多 不要說多不多 就算你關掉了大部份 我現在再興建一部機 你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技術上做不到 他下令所有合法機構 不可以用比特幣交易 他已經少了交易價值 不要緊 你就不要用比特幣交易 我就在市場賣出比特幣 拿回美金交易 結果一樣 所以最後就是 你那個比特幣的Blockchain 你有沒有用技術方法禁止 既然是沒有的 他不如重線如流 抽些水 我有份給你在這裏 以我所知 其實中國投資者 不少都有持有比特幣 中國政府似乎相對 對這件事比較寬鬆 會否都是面對美國政府類似 中國政府說了他不合法 他沒有說 應該這樣說 但他有一件事非白 就是你不能夠用人民幣去買加密貨幣 這件事很吊詭 我不用人民幣買 我又如何持有這個加密貨幣呢 有些事情他可能不知道 我拿幾萬元現金去買 你如何追討我呢 只要你落銀行那刻 即譬如我現在賣出比特幣 或者任何幣 然後我收了這個錢 進銀行 銀行要做AML的時候 問回張先生這錢怎要來 我賣出Bitcoin,對不住了,閉嘴戶口 在大陸,可以這樣做 但現在在大陸,暫時沒有很鮮明的政策 譬如稅務,沒有很鮮明的政策 沒有很鮮明的政策,你怎樣貸款 但只禁止一點,就是法定貨幣,即人民幣的買賣 這一點是禁止的 全球最大的虛擬貨幣 它是不是大陸,公司又可圈可點 只能說它是中國人 中國人,又不在大陸 伺服器又不在大陸 我又不是收入民幣 你說它是甚麼 在整個遊戲中,中國可能是一個既得利益者 因為它佔了大部份礦機,大部份礦場在大陸 即是說,我用中國的剩餘電力 去賺取美金,你可以倒過來思考 我閉嘴開閉嘴,看看如何 看看到時開哪一半,再針對你來搞 政府對這方面的控制 再追問,大家都聽到數字人民幣 這件事,如現有的虛擬貨幣 如現有的虛擬貨幣,如去中心化 你應該怎樣理解 數字人民幣,只是用了一個blockchain的技術 然後就用數字化,令我們不用處理那些現鈔 可以追蹤到金錢的流向 無所遁形的東西 它有這些好處 雖然說,有一天要增發時,按鈕就可以 油墨都省 但是,當然它不是去中心化 現在我們普遍認知的 加密貨幣的市場,比特幣也好,以太幣也好 有幾大原則 其中就是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沒有大台 沒有一個老闆在後面,說我要印,或者我要改 改不到,對不住,走了就是這樣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permissionless 即是,我不用問過你 我就可以動部機,去參與這個算式 或者這個記帳系統 你覺得人民幣會不會permissionless? 不可能 一定是一個自己認可的機器 基本的機器就是它 所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不過,在國家的 金融運作上,提高了效率 主要是這個原因 我相信,經過剛才的對話 大家也會很熟悉 更加清楚 比特幣、比特幣的發展和走勢 最後的問題,很多投資者會關心 三位,怎樣看未來 這些比特幣,或者其他虛擬貨幣的走勢 會否今年,有人猜過 可能10萬、20萬、30萬 你們怎樣看未來 這個價錢,會否真的腳上 施先生 從投資上 我不會當買比特幣是一種投資 我認為,它只不過是 現在一個投機的工具 大部份人視它為一種 可以賺到錢的工具 從趨勢上,都一直在升 上升軌,仍然很完美 每升一段,可能會跌下來,跌下來又升 因為這些是一些全球性的投機活動 暫時都未曾將投機力量,充分顯現出來 所以,它再上升的機會是存在的 即是,我不抹殺,它可能再會升的機會 但問題是,是否參與的人,都可以賺到錢 即是,逢親投機活動 而且,波動的比例是很高的 在波動比例很高的情況下 其實大部份人,都在心理狀態 沒有應付這種波動的能力 所以,普通人買股票,虧本的多 普通人買這些貨幣 我認為,都是有虧本的風險 我自己就被人贊算 我認為,有投資功能的 雖極也有渣渣的那些 但是,一定不是 我這些不是很進趣的做法 有錢也不賺 但是,會不會再升呢 除非出現一些重大的政治性事件 我認為,沒有這麼快 浩德,怎樣看呢 有乾媽T青的投資經理 認為,會超過20萬的比特幣去到 你認為,會不會去到那麼高 我對加密貨幣,以及虛擬貨幣的理解 其實都是BB班的 有些研究,但我自己覺得 我又未算是最熟悉的 股票相關,就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我自己覺得,用我投資 一般的投資想法,去看虛擬貨幣 我自己就比較擔心兩件事 第一,大家看到現在 加密貨幣,虛擬貨幣 就升了很多 所有大幅升的資產,賺到錢的東西 就多人參與 但是,當中有多少人 乖乖地看完我們今集節目 去瞭解虛擬貨幣是甚麼 或是只看過去幾個月升了幾倍 每次任何資產 多些人參與投機 而很多人對於這件事不太瞭解 通常都不是一件好事 此其一 第二,我近期多些了解加密貨幣 整個生態 有些都可能值得要留意 例如,他們有些叫做decentralized finance 現在,很多加密貨幣 未必在正常的銀行 或是在交易所上高 進行借貸等等 他們有自己一個獨立的生態方式 自己去借幣 自己可以做 沒有銀行的角色 即是借幣或是泰幣 其實是沒有太高監管的情況 所以在某程度 我自己覺得 可能解釋了一部份貨幣 大上大落的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所有投資工具 我比較觀察或經驗 如果有過份的槓桿 就必定會升又升得很快 跌又跌都很快 虛擬貨幣現在的重要點 我想你有一個很深入的理解 不過這兩個是我其中覺得 如果大家去思考加密貨幣 真的要明白 究竟現在這段時間升得很急 其實要理解背後的情況 這些就可能要找回張濤 我覺得QE持不持續對是很重要的 貨幣供應量不斷增加 它還有機會升 即使QE結束後 它的壽命也不是馬上延遲 可能還有下一輪的QE 它又再升 我覺得隨著QE 今年以太幣和比特幣 我相信都會創新高 但是去到某個位置 我覺得會有一個重大的調整 而到時就會有一點像 2000年的.com泡沫爆破 會有一堆不知甚麼幣會不見了 這可能是一件好事都未受 所以我一直都不建議別人做槓桿 借錢 期貨 這些我很不建議 少住閒錢買入 如果你覺得我沒有了這筆錢 對我生活完全沒有影響 沒有問題 只要學多一件事 然後 不小心坐了 鞋了 最多三年 為什麼呢 因為三年後 比特幣又會再減半獎勵 到時 市場供應又會再減少了 我相信 就算我們未來有一個大紅市 其實不會是一件很久的事 始終這個空間已經存在了 不知甚麼幣也好 這些區塊鏈的應用 只會更加多 只會更加多 這件事不能回頭 問題是誰跑出 所以綜合三位意見 雖然可能對比特幣的看法有些不同 但是 投資也是比較老土地說 要量力而核 也要清楚投資的工具 尤其是新經濟的工具 今集多謝張濤來接受訪問 希望未來可以見到你 上來幫我們更新虛擬貨幣的走勢 今集時間到此 如果大家對C基金的投資 或組合有興趣 不妨去網站或YouTube Channel 看看最新資訊 我們下一集再見 ninj 雙都 dib コ 2 言